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呢,关于战争的新闻占据了所有的版面 所以大家也开始分分讨论起 那台湾的防空洞呢? 过往呢,本来是给人避难的防空洞 现在呢,可能有一些人应用更有趣的方式正在应用着 那这一集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在日本的靖岗县有一间温泉旅馆的入口 既然是由防空洞改造而成的 在二次大战期间呢,日本的陆军的冰宫 在这里挖了大大小小约30个防空洞 防空洞呢,全长大概300公尺左右 而且还设有可以开会用途的小房间 那推测呢,或许紧急时可以作为备用的司令部 该房间现在也成为是温泉入口的一部分 当初改造这个旅馆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防空洞 那并且将它改造为温泉走道利用 那于是呢,就取名为 防空好舞又未门风吕 另外呢,在英国更将防空洞改造成农场 它是由一名厨师还有两名企业家 投资将伦敦地下的二战防空洞 改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地下农场 还创了一个品牌 Growing Underground 地下生长 原本的防空洞里面呢,配备有床铺 医疗室,厨房,还有厕所 最多可以容纳8000人 地下防空洞呢,总共有12层 这样后呢,一直未曾被使用过 这种深度呢,意味着 可以长期的保持稳定的16度 蔬菜全年可生长 而且不用担心季节变换、干旱等问题 地下农场的工作人呢 也运用绿色能源的LED灯光 取代阳光 并计划着让水沿着地道 渗透入到昌室的土地中 种植对环境灵影响的新鲜产品 看完以上防空洞的利用 是不是觉得地下空间 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好用呢? 尤其是地下农场的那个技术 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让原本很黑暗的洞穴 原来也是可以这样充满生机的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加订阅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